很奇怪的一个邮件 上传日期呢 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正好是狙击案的案发当天 时间到了 把恶魔救息 从现在开始 全部都是狙击案案发的当天 发现人是谁 这完全是一个门外汉的做法 没错 狙击步枪的有效射程 是五百米到一千米之内 如果近距离射击的话 很容易造成穿透 伤到别人 可是白色 从实际犯罪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风向 角度 精准度的计算上 齐磊都非常地专业 我相信 她的理论知识和实操练习 都不缺少 但是 她却没有把握射击距离 这只能说明 她平时练习的场地有限 只能在场馆里练习 我同意 一般射击靶场的距离 都只有五十米到一百米 简林 你帮我查一下 齐磊是广龙涉击俱乐部里的会员 广龙 怎么那么耳熟 而这个广龙呢 是庞氏集团旗下的 庞氏集团的老板呢 叫庞玉 庞玉 这个名字听着为什么这么耳熟呢 庞玉 我叫庞玉 你好 你好 我跟白色见过这个人 他曾经参加过维尔森教授的心理学演讲 这个人他不是商人吗 为什么要去听那么专业的心理学演讲 很可疑 马涵 你去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射击俱乐部 没问题 还有其他几个受害者的情况呢 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这些人呢一点关系都没有 白色展博士 有情况 你们看一下屏幕 很奇怪的一个邮件 上传日期呢 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正好是拘戒案的案发当天 时间到了 把恶魔救息 从现在开始 你不在身上 全部都是拘戒案案发的当天 发现人是谁 庞玉教授 庞玉教授 凶手训练营 而且不只是这些哦 你看他的动态 你觉得呢 我认为是有人 在操控齐磊杀人 凶手训练营 说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组织 蒋灵 快查出发现人是谁